我请他要做别强安 我请老神的父皇 我们同声祈祷 求祖祖祝我们 又到了南屯天主教堂的明萨时间 不用特别的电话通知 时间一到 教友们就会主动回到圣堂 听高福南神父传道 诸位圣神 都送你的光荣不停地放过 一口清楚流利的国具 总是会让刚正式高神父的人很惊讶 他是台湾少数 能用国台具双身道传教的神父 他好像一块吸铁一样的 他会把它吸过来 所以我们的教友你看 明萨每一台明萨都是 坐到后面外面去 以前我们的教友都是 谢谢神 跟其他神父一样 离乡背景来台湾服务 高福南的家乡在非洲刚过 天生又黑的皮肤 让大家给他取了个 巧克力神父的封号 他很乐观 然后他很爱台湾 他真的比台湾人还要爱台湾 然后再来就是他是从零一直到游 这样子一个奋斗的一个精神 起初来台湾 高福南单纯是为了传教 但踏进这块宝地之后 也改变了他的想法 因为他从偏偏着孩子脸上 看见新的使命 有一些大概是已经小学的时候 母亲因为病了 或是车祸了 或是怎样 我们有一些是单亲妈妈 类似这种小朋友 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的脸上出来的是希望 那个笑容会让给你一个美式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所以我才说 如果上次能够借着大家的帮忙 从这些小朋友 有一个机会让他们长大 我相信他们还是可以帮忙这个国家 之前他也有办一些 就是像原住民的学习 像方言的学习 或者是原住民语的学习 也在我们这边开课 小朋友他也是在做这些活动 所以我觉得他倒是蛮多方面的 一直在做这些 很照顾青年的学生 就是会办很多活动 像是陪伴教会的小朋友 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都是参加他活动 几乎在台中 不想或是想 我应该想做上次那个慢点 神父这几年花费不守心力 在传教之举 投注在弱势教育的区块 让自己能成为教育阶梯 帮助他们持续往上走 跟雾峰花东新村的结缘 是在九二一大地震 当时的雾峰灾情惨重 而高神父也在雾峰天主堂服务 这份情维持了十多年断不了 这天是部落的碎石祭成果表演 离家工作的孩子 纷纷回来追个大家庭 高神父也回来了 来到这里 他就像是个孩子王 跟大家打成一片没有距离 像我的爸爸 就例如说有活动 都会带我们去办 就是会带我们出去玩的之类的 对啊 好几年他也是 所以小朋友从小就会认识他 就蛮信任他了 他常常带我们小朋友出去玩 他这个父母亲也很放心 带他带小朋友出去 舍不得放弃他们 真的 因为之前是一起说服 当灾民 然后我随着搬到台中 有时候会回来 你看他们住的这个地方 是从九二地震一直到现在都不改变 这个舞台那个时候 也是在这里表演 你看 人家这样子都活动 好小啊 因为说真的好小 小姨有一些是重担啊 真的啊 对啊 花东新村部落的这群孩子 几乎都是在高神父的陪伴下长大 犹如他的外号般 神父给了社会冰冰的孩子 一份甜蜜跟温暖 也帮助贫困的家庭 因为当台湾人有难 他总是挺身而出 98年的八八风灾 摧毁了南台湾许多的部落 看到了电视新闻报导灾情 高神父心里不舍 马上发信给教友 筹募民生物资 挺身送进危险的山区 后来就是因为他一句话 然后整个办公室要动员 然后就是设立在这边设立那个 中部物资的几种地点 然后就在旁边的教室了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 那一两个礼拜就是 大家都是寄青菜啊 寄衣服啊 泡沫 那个是我最感动的 我说台湾人真的 里面心里面有爱 真的 那个时候发布这个疫苗之后呢 变不只是天主加油的事情 是大家的加油 从这里一直到那个北军那边 有人自己开车过来 然后你看的那些教室是 放东西放满了 从八八风灾 神父看见了台湾人的人情味 但就在他接棒南屯天主教堂后 没多久 就面临到人神大口见 天主堂将一丝人土地重划 而四分五裂 抗衣不公 抗衣不公 反对到底 反对到底 我们原来大约是一千三百坪的土地 那现在就是剩下一半 经过重划之后 哪一些部分被消掉 那就是从我们现在看到 椰子树以西的部分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办公室以东的部分 那整个一个摸字形的范围被消掉 教室呢 教室的部分的话 它会完全拆除 因为它目前是拆除一半 但是事实上这种木造建筑 是没有办法支撑一半的 那所以它建筑会完全消灭掉 为了保护教堂 高神父自己上法庭 跟台湾法律来抗衡 但始终得不到政府的重视跟协助 只要他们要的那块地 是为了儿童 那些我们说的孤儿 是为了老人家 是为了那些花冬青春 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 要来跟我们拿走 我没有意见 可是如果要把我们这块地的一半 卖 买出自己的利益 本人反对到底 高神父是付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幸运 他很累奔波于政界 什么的 各个市政府市长议员 议法委员都找进 我们还去拿布条抗议过 我们到那个市议会 我们去那边坐着 教堂就像是大家的精神堡垒 也是守护孩子们的避风港 面对土地重化的黑暗 天主堂的例子 少数服从多数 人头户的问题等等 似乎也显现出台湾法律制度的漏洞 我们这块地 在神路以前买的时候 就已经是建地了 我们就可以盖房子了 我们也在马路边 我不必要再重化 我的土地价值都一样 那为什么我要平平白白 损失百分之四十七的土地 送给你们 知道自己是小鲸鱼 要面对财团这个大鲨鱼 了解到这条路 一定会走得艰辛 但高神父从来没有屈服 就像在八八风寨一样 勇敢提升 神父还会继续奋战下去 是 给一些渔车美 我的天 朋友 我们 стала 莫